而花林县子午县文教慈善协会每到了年中都会熬煮平安粥 让社区的民众吃温暖吃平安 29号清晨6点钟协会志工们就开始起锅炖煮 一碗一碗的平安粥摆放出来 让过往的民众自行取用 而莲花狮子会也在现场为民众量测血糖 来提醒乡亲要重视身体健康 志工们从前一天就开始备料 29号早上6点起火开锅 开始熬煮素咸粥 另一头志工们则是把煮好的大锅咸粥 分装到小盒子里排在长桌上 让过往的民众可以自行领取 这是花林县子午县文教慈善协会 每年在腊月初八都会举办的平安粥发放活动 我们每一年花林县文教慈善协会 子午县文教慈善协会再常来一次 开始 花林县子午县文教慈善协会在每一年的年底跨年 我们一定会煮平安粥给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的乡亲大家吃平安 那也要感谢我们的子午县的所有的志工 他们从早上昨天就开始了 就一直备料到今天早上的6点就准时开锅就煮了 那很多团体都陆陆续续就来哪来来领这个平安粥 我希望大家能够吃平安健康 在这个疫情期间大家能够很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那也要感谢国际世纪会联花世纪会的师姐来这里做血糖的测试 那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亲朋好友 大家能够很健康的在每一个日子里快快乐乐 联花世纪会的会友们也在现场为民众免费测量血糖 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许多民众路过看到有平安粥都停下脚步过来询问 也有人拿回家跟邻居亲友分享觉得很好吃 特地再过来领取 世大会副主席李仲伟也到场支持 并且拿起了锅铲煮粥帮忙成粥 现场阿姨们都称赞他真是个心好男人 一个上午大锅煮粥不停歇 民众也陆续前来喝粥 让岁末年中充满温暖充满爱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